谷歌翻译N次是什么梗 谷歌翻译N次是一种制作搞笑内容的方式 一般会把翻译次数写在标题上 简单来说就是不断的把原文 用软件从中文翻译成英文 再从英文翻译成中文 然后不断反复 使内容与原文偏差越来越大 直到文案达到满意的搞笑效果位置 这种方式制作出来了视频 保守点估计搞笑效果都是惨绝人怀 怎么你不相信吗 走着 G先生来咯 我的火元素太强了 不去看我我该走了 留步 这杯咖啡对你而言是无害 好 干杯 喝起来就像妈妈的酒气一样咸 好吧 也许你会至于说 这个视频搞笑是因为玩了狗 那我们来点严肃的 出师表大家中学都学过吧 走着 一天 汉朝皇帝徒手扔出核导弹 并会在不久后 轰炸汉朝 珍惜了一口气 周边的人因缺氧而死 五月 秦始皇当选美国总统 并复活了所有总统 好了 最后我要进行一项挑战 就是把本期视频的结束语 用谷歌翻译二十遍 走着 呃 是的 我的名字是Akio Shira 我每天都在网上收到 来自阿利的最新最流行的词 小心别忘了 给我站住了